夸妇逐日 冬天的时候 太阳一出来 大地就温暖了起来 太阳一落山 就没有了温暖与光明 夸妇心想 要是能把太阳搬到地上来 那该多好 于是下定决心去追赶太阳 夸妇朝着太阳飞奔过去 他跑得那么快 一眨眼就跑了一千多里路 在太阳快落山时 夸妇跑累了 感到口渴了 于是他跑到黄河边 弯下身子 一口气把黄河里的水全喝完了 然后又把胃河里的水全喝完了 太阳跑得太快了 夸妇用尽最后的气力 也没能追上 最后像大山一样倒了下来 死掉了 夸妇为了人间的温暖与光明 与太阳赛跑 虽然没能取得胜利 但他的这种精神 永垂不朽 夸妇死后 他的手杖掉在地上 变成了一片桃林 后来每当人们看到这片桃林时 都会想起夸妇的壮举 和他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